水瓶座,水瓶虽然有着非常理智的一面,但是对于自己的爱情和生活,还是遵循感性的一面。 这个星座的人自尊心很强,包括做事上也有一点小傲娇,甚至在分手的时候即使心里还喜欢对方,也不会再去维持这一厢情愿的感情。 未来十天,水瓶的桃花到来,就爱也会主动的联系你,跟着你们的内心然后去做出选择,不过相信你会做出对自己最好的决定,而这个决定更不会让你后悔。 处女座,处女座对待任何事情一向非常认真,有时候也可以说爱较真,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感情中有不安定的分子存在,他们不会啊,也知道自己瞒不起。 所以处女座一旦失恋,对感情也就会失去一部分的信任,然后变得更加的胆小,如果要是那个忘不掉的人重新回来,处女座的你还是会选择和你在一起。 白羊座,白羊座的人表面上看着没心没肥的,其实她的心思是非常的细腻,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的重情重义。 所以不管现在过得如何,心里只要留下故人的位置后,就很难再忘记了。 十月份整体来说白羊的运势还算不错,既然是真心的喜欢就要好好的去争取,记住要把握好机会,对于那些旧日的感情。 不要因为自己的口是心悲和故作无事,而错过复合的好机会。 你们觉得是这样吗?喜欢的就关注转发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那么多 clip 感谢观看